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8号为自己在国会撞到一名女议员的胸部而公开道歉 事发时 加拿大议员为了反对自由党提出的安乐死法案 在表决时不断拖延时间 杜鲁多在一片混乱中怒气冲冲地走去把反对党的党边拉回座位 结果在拉扯过程中 手肘疑似不慎地撞到了反对党女议员布鲁索的胸部 相信由于撞击力颇大 布鲁索一度挡住胸部 露出痛苦的表情 然后离开议会厅 表示要去休息 这个插曲引起了争议 一些议员批评杜鲁多粗暴无礼 杜鲁多很快为此道歉 胸部被撞的女议员布鲁索离开议会厅去休息后 也缺席法案的表决 杜鲁多因为长得帅气 加上态度亲和又彬彬有礼 大选以来一直备受欢迎 难得陷入冲突争议 不继续